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女人来说 她们暗恋一个男人 会表现得更加纯净 更加真挚 尽管女人没有直接表达喜欢 但她的某些暗示就是对你动情的证明 男人跟女人交往 一定要细心观察她的暗示 一旦发现她对你情有独钟 就别错过了 事实上 当女人心里喜欢你 她并不是一直把这份爱慕的情愫藏在心底 反而会让你有意察觉 因为女人遇到了心动的男人 她也不想错失缘分 而是期待和你共赴未来 于是 她会有意发出暗示 希望你读懂她的心思 尽快追求她 以便于迅速拉近彼此的关系 说到底 一个女人暗示 通常会给你这三个暗示 别后知后觉 一 经常找你借私人物品 暗示对你有好感 有人说 女人喜欢一个人 最喜欢找借口接近她 的确 女人遇到了心动的男人 她特别渴望能进一步发展关系 只是爱与女性的精识 她不敢直接说出口 于是 她就会找很多理由 以此来靠近你 跟你有更深入的了解 她最喜欢找你借私人物品 通过这种方式来跟你建立联系 这就是她对你有好感的表现 在她心里 你符合她内心的期待 愿意和你快速了解 并会不断地麻烦你 比如有些女人 面对喜欢的男人 会经常说自己冷 然后找你戒外套 或者戒围巾等 这都是为了跟你拉近关系的方式 再比如 她一下找你借借支架钱 过一会儿又找你借茶杯 其实是她想跟你交流 暗示可以进一步交往的信号 她对你的期待越高 越会找理由来接近你 只要你及时回应她 相信很快就能俘获她的方心 男人要明白 一个女人敢和你共享私人物品 这就是给你追求的暗示 千万别错过 这种女人对你特别有好感 内心里渴望和你发展亲密的关系 只要你大胆追求和表白 她就会坚定地和你在一起 二 悄悄靠近你的身体 不经意和你有肢体接触 如果一个女人总是靠近你的身体 有意给你机会聊拨 不介意肢体上的触碰 说明她心里特别喜欢你 这样的女人早就把心思放在你身上了 只要你稍微主动 她就会接受你 比如每当和你在一起 她都会挨着你身边坐 或者跟你面对面 距离很短 再比如你总是跟她打情骂俏 她一点都不介意 而是害羞地低下头 期待和你有更亲密的接触 即便你动手动脚 和她有了肢体上的触碰 她也没有生气 这就是她喜欢你的表现 男人跟女人相处 一旦发现她有意让你靠近她 对肢体上的接触没有反感和排斥 就要明白她的心思 这种女人心里早就在暗恋你了 只是她一直不敢表露出来 而是等待你主动追求 在你面前 她有时很大胆 悄悄在你的身体周围徘徊 有时也很紧张和害羞 有点手足无措 那种既想和你有亲密接触 又放不下女人的矜持的样子 非常可爱 也无比深情 男人察觉到 她有意给你机会触碰她 不排斥肢体上的触碰 就可以大胆表白 只要你真心爱她 必定会让她放下一切顾虑 和你共服爱河 三 会把你写进日记里 有意让你看到 女人若是暗恋你 她还有一个不起眼的举动 就是会把你写进日记里 并且有意制造机会 让你看到 比如她在手机里写个备忘录 之前一直是记录工作 或生活中的重要事情 不过现在 她忽然改变了内容 所有的记录都关于你 会把跟你之间的每一个细节 都认真记录下来 比如 她和你的第一次见面 你最喜欢去的地方 你的情感状态 你的爱好兴趣 以及对你的爱慕与思念等等 这些都会写成日记 既有对你爱的期待 也有你的一切相关信息 以便于对你有更深入的了解 而且如果跟你见面 或者有其他方面的来往 她肯定会制造机会 让你看见她的日记 这就是她暗示你 允许你追求她 只要你大胆而主动 她必定会欣然接受 男人遇到了这种女人 就别错过 总结来说 一个女人暗恋你 通常会给你这三个暗示 经常找你借私人物品 暗示对你有好感 悄悄靠近你的身体 不经意和你有肢体触碰 会把你写进日记里 有意让你看到 男人跟女人交往时 一定要细心一点 当你察觉到 她喜欢你的时候 就别迟疑 以免错失良缘 爱情不是等来的 而是积极争取得来的 男人主动出击 才能追到喜欢的女人 所以一旦发现女人暗恋你 就要大胆行动 果断追求和表白 这样才能顺利和她 建立亲密关系 只要你真心爱她 努力给她幸福 这一辈子 她都不会离开你 而是会坚定地 和你携手未来 本期的视频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儿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也喜欢 本期内容 欢迎给我点赞评论 也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